南加华商陈宝利集团关系企业顶金兄弟资本集团 于日前在尔温带进行花车测试 2017年1月2日 陈宝利玫瑰花车将第四次参加拥有超过100年历史的玫瑰花车游行 今年的主题是孙悟空成功之路 2017年将是第128件玫瑰花车游行 依据传统将在帕萨迪娜举办 尽管陈宝利的花车还未全部制作完成 但是已经能看到许多亮点 车层上有多处设计了循环水 营造了小型瀑布的效果 另外孙悟空的金箍棒还设有喷火装置 相信在游行当天该设计将赢得众多目光 陈宝利首席执行长许坚出席了当天的花车测试 他介绍2017年玫瑰花车游行的大会主题是成功的回响 陈宝利花车以孙悟空为主题 除了贴合今年是猴年之外 更重要的是孙悟空经历被镇压在山下的500年低谷 历经牵险取得真金 他的故事蕴含了成功的哲理 今年已经是陈宝利集团参与玫瑰花车游行的第四年 在前三年他们都取得了不错的佳机 在去年更是凭借马可波罗东西交流之降龙花车 增加的灾柴网 这度是用熟了将军的宝利集团参与玫瑰国 一些军的人摩 outlook 但是期间就会结出了一个几乎 required 还是几乎也要有充足的几乎 所以我想要去买本的宝利集团参与玫瑰花车 大家吃痰 même 肯涰买